主厨特餐 主厨特餐 我是庆林 今天星期四到了车子的单元了 在我们现场是小七车观点 小七曾燕好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七 是我们其实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 上个礼拜四节目当中 我们跟小七聊到 原来到年底的时候 是还蛮适合去考虑说 要不要买车 也许它会有一些车厂的优惠啦 到时候买一个新车 好过年喔 但是我们就要问说 接下来明年啦 明年的新车款到底有哪一些 或者说大家可以做功课的时候 也可以考虑一下呢 其实明年我们要说2019年 是其实很多车都上了 包括最近 其实最新上的 除了我们上一次聊到了 Camry之外 变进口的Camry 变进口的Camry大改之外 像最近国产车也有 Nissan的Kids 它还是全新的车子 也上小的SUV 那再来的话 像进口的小的SUV也很热闹啊 像现代的Kona 也要上市了 那这些都是属于 今年2018年会上 那明年将远一点 还有很多可以期待的车 他们现在如果是年底上了 他们都一定会标榜 2019年试 那事实上年试 跟出厂日期 其实不太一样啦 年试通常是下半年 就会开始切成 下一个年度的年试 那像7月以后出厂 大部分大家都会 载明是2019年试的车型 是 年试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2019年 这会是我的主打的一个车款 是 所以现在买也OK 现在买也OK 如果你不在意 是2018年出厂的话 是 但2019年它以后 你喜欢这个车子 它其实现在就告诉你 我就是长这个样子 对 明年大概就是这样 你可以好好的参考 明年有哪一些车款分别 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 那我们大概从这个排行榜上 销售排行榜上 最热门的几台车 开始来讲 好 销售排行榜最热门的前几台 那当然呢 Toyota 对 神车 神车谁啊 大家都知道 就Artis Artis 你刚次有谈到说 Artis卖得非常好 它现在是国内 卖得最好的 国产车的一个车款 它是不分车种 卖得最好的车 不分车种的意思 就是不管你是进口 或国产 都是Artis卖得最好 对 是 好厉害哦 那明年它又改款了 明年它又大改了 它已经多久没改款了 它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 没改款了 那这一代 就是现在 已经是产品 寿命的尾声了 那明年大概第一季 左右它就会全新大改 那它会采用全新的 这个TNGA的技术 TNGA 上次你有谈到说 他们是Toyota的 共用底盘的一个车系 Kimmery已经是这样子了 那现在Artis也要变成 是TNGA的 对 是第一次 第一次 所以大家对于它的 整个操控性或舒适性 甚至包括底盘的 稳定性的提升 都有很深的期待 是 它的什么CC数 或者是其他的配备上面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吗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它应该还是会维持 现在既有的级距 就是属于 国产中型房车 这个级距 那它推出的也是 四门三箱的房车 就是一般我们路上 最常看到的 这样的款式 那因为它是车网 所以 大家的关注度都特别的高 四门三箱 四门我知道 三箱哪三箱 三箱就是引擎室 对前面一个 那车箱一箱 然后行李箱一箱 这样叫三箱 也就是说它不是先备的 对 它不是先备的 是 Artist它在明年的大开款 这个事情 像一些业务员 或者是一般的民众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吗 其实媒体有陆陆续续在报道 对车稍有研究的车迷 大概都已经知道了 是 所以我应该要等 明年新的Artist吗 还是说我 今年底我还是可以买呢 其实我觉得看大家的需求 像倾宁 你也是买的末代车 你的小鸭 小鸭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它要改款 但其实我觉得 你那个时候买的是对的 因为你那个时候 就是要需要 是的 所以你就那个时候换 那其实像小鸭的话 保持率也很好 它不会因为 说有大开了之后 所以它折旧率 旧款突然变低 也不会啊 那旧款的车 其实大概比较小巧一点 不像现在的小鸭 其实好大一只 好大一只 你开起来 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 你可能比较喜欢 小一点的车 所以那时候买旧款 就是适合你的选择 那我也建议 其实听众 就是衡量你自己的选择 你如果买这一台Artist 你是想要一个实用 然后用比较优惠的价钱 买到的话 其实现在是一个时机 但是如果你想要 享受全新的科技 你想要享受 这个全新车的感觉的话 当然你就等大改款 再上再买 是 优惠的价格 这个我听懂了 意思就是说 明年改款之后 价格应该会不一样 对不对 对一定会不一样的 而且新车上 通常折扣比较少了 是好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说 其实如果你现在 有需求的话 也不见得 一定要等到明年 是 好 ToyotaArtist 这个算是车王 对 车王它明年 会有一个改款的时间 第一季就会看到了 还有哪一些呢 还有大概同时间的话 有几台车也要改款 像一样也是我们国产的 Ford的Focus 福特的Focus 也要改款了 也要大改 大改 也是大改 Focus其实我觉得是福特近年 算是卖的不错的车款 对不对 对 其实它是全球福特卖的 最好的车制 那它全球各地也都有卖 那这个车其实以往 我们都觉得说 操控性很棒 安全很棒 对 那性能也很棒 板筋很厚 对 什么都棒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 它的后座很小 但是它这一台大改款之后 据说后座放大非常多 再加上它原本就有口戒备的安全 和操控性 还有它的性能 所以这一次大改款也是很多喜欢欧系车的人在期待的 Focus的改款时间会是2019的大概什么时候吗 我想大概也是第一季或者是顶多第二季 大概跟Artist差不多是 它跟Artist应该算是就是类似的一个竞争者了 是 它是同级车 特别是它也是国产的 但是Focus跟Artist比起来比较特别的是 它不只有四门 它也有五门车 它的先辈车很好开 它的先辈车 有很多年轻人很喜欢 Focus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开过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它的那个关门声音 跟其他的一些日系的车子 关门的声音听起来不太一样 对让人家很放心 对但是后友当然就不同了 当然这都想对了 是豪德福特的Focus在明年 可能可以看到的一个改款 还有哪一些车子呢 明年 还有如果讲到先备车的话 其实很受年轻人欢迎的Mazda 3 马三 马三明年也要大改了 马三现在路上也是越来越多 好多 那造型真的很漂亮 看起来就很动感的感觉 马自达我记得以前 它跟福特算是同一家 对 它是同门师兄弟 后来分家了 后来他们十年前拆伙了 拆伙了之后 那现在马自达呢 它是国产 Mazda它就自力更生了 以前它的车国产化 都是福特做的嘛 因为同一家公司 但是拆伙之后 它现在都变成日本母厂 直接供应台湾市场 所以马自达现在是进口车 对 马自达现在进口车 那马三的改款 大概会有什么样的调整 你知道吗 或在哪一季呢 马三的改款的话 它可能也会在第一季 或第二季 但这个确切的时间 我们还没掌握 但它也算是一个大改款 就是它无论是内装 或者是外观 它会重新再设计一下 那另外最重要是 引擎 它也会跟着来改款 那引擎改款的话 它这一次会运用很多新的技术下去 所以它的 无论是燃油效率 或者是性能的输出 都会比现款来得更好 好难去选择哦 很难 很难 真的很难 特别是我觉得Altis 明年改用TNGA的平台之后 我觉得它的操控性 应该会有跟Focus 它的水平应该会拉得比较近一点 所以这个很值得期待 其实我们就给大家一个资讯了 你知道说大概明年 陆陆续续有这样的改款 也许你每一个车子 你都去试驾 或去了解之后 就可以找到一副 你自己最喜欢最心仪的车子 其实真的没错 千万不要说专家讲哪台车 好就哪一台车好 车买来一定要符合你自己使用 和需求的 才是真正的好车 所以真的确实去试试看 找到适合你的车 才是最重要的 小千你刚刚讲的这三款 它们同级车 大概CC数 或者是价位大概是怎么样 价位的话 我想这个级距 以国产车来讲 通常会是在 60多万到80万左右 这个级距 但有一些车会更贵一些 比如说马三 可能是进口的 所以它顶级车 可能会拉到90万这个级距 那Focus的话 因为它是欧洲车 主要领培件来自欧洲 所以它成本会比较贵 可能也会拉到 90头这个级距顶级车 但是入门车的话 我想70多万这个级距 会是一个主力 是 所以它们 1600 它们现在的车 像Focus的话 它是采用1.5升的 涡轮增压引擎 现在的引擎其实都是小排气量 但是搭配增压系统 来让动力变大 节能的效果 其实这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日系车的话 大部分就是维持 NA就是自然进气 它的优点是比较 故障率比较低 构造比较没那么紧密 但是它的整个 后续的使用成本 也会比较低 但它的效率 比较没有像 涡轮增压这么高 这是确定的 不过看起来就是 慢慢的已经 逼近百万名车了 对啊 当然 现在车其实 安全配备 应该越来越多 对啊 法规越来越严格 其实这都造成了 成本不断上涨 售价当然也会越来越贵 是好 2019的新的车款 还有哪一些呢 前面讲的三代 是瞩目度很高的 是 那另外讲一台 瞩目度也很高的 就是现在最热门的市场 其实是SUV市场嘛 那SUV市场 其实明年 有一个神车 也要改款了 同样也是Toyota的 叫做Raffle Raffle 这台车我看 大家很多听众 可能本身就开这台车 那这个也是 长久以来 台湾进口车市场 的销售冠军车款 它甚至卖的量 比大多数的 国产车都还多 一年有两万多台的 市场的量 那这明年呢 因为原厂 现在已经大改款了 但台湾现在 还在做最后的冲刺 那旧车 现在还在卖 据说优惠程度 是很大的 所以现在 其实卖的也不错 那你看 其实路上 因为最近开放 这个SUV当小黄 所以Raffle的小黄 越来越多 我倒是没有注意到 我只记得 Wish很多 那现在Wish会停产 司机问奖 也都买不到车 所以有逐渐往Raffle 在转移的趋势 时间点 改款的时间点 会什么时候 它改款的时间点 应该是在明年上半年 也是上半年 对 它就会引进了 那它也是全新大改款 所以外形跟内装 都是全新的 那外形跟现在这一款 就不太一样 我觉得它多了更多 运动和越野的风格 是哦 所以看起来会相当霸气 这实测我是看过 我觉得还不错 是 为什么这些车子 都挑在明年 大改款 车款 其实今年大改的也很多 像我们一开始 讲的那几台 对 那其实也都是 属于全新的车型 是 明年呢 进口车系 还有哪些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台 比较瞩目度高的是 BMW的三系列 三系列其实也是 我们很大众化的车款 它就是比较属于 中型的四门房车 和旅行车 那它现在国外也已经 大概款了 据代理商的排程的话 应该是明年第一季左右 会来上市 做访问到现在 我有一个心得 就是陆陆续续 其实车商都已经有 开始告诉大家说 我们明年会有哪些车款 大家可以期待 不管是进口或国产车 怎么样子 买到适合你的车 一定要做功课 到不同的车厂去 或者了解很多的一个资料 或者是我们小七车观点 上面有很多的一些资讯 我们有网站对不对 对我们有网站 那我们的网站就是 7car.tw 网址很短 那大家可以上来参考 那其实YouTube 我们也拍很多 陆陆续续 试车的影片 大家也可以来参考 网站上面的话呢 主要是一些文字上面吗 网站上面 主要是一些试车的文章 和新闻 车的新讯的新闻 甚至包括 所有车的规格表 大概我们网站上都有 算是一个 蛮丰富的资料库 现在开始 如果你明年要买车 或者今年年底要买车 就到小七车观点 我们的官网上面去做功课 是我们大概都会 每天都会写新闻 那像这一些资讯 其实都很丰富 我们大概之前 都有写过相关的新闻 怎么去找到 比如说我只想有特定的车款 它很容易搜寻吗 其实很容易搜寻 你进到我们网站之后 我们网站的右上角 有个搜寻的栏位 那你把你想搜寻的车名 打进去之后 所有的文章 它会全部帮你找出来 包括新闻 包括你们的一次车的文章 或者是它的一些规格 是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做功课到哪里去做 我们现在就知道 谢谢大人 好 待会这段访问 我们会上传到 中广新闻的YouTube频道 庆林的粉丝页 脸书搜寻中广新闻主播张庆林 那么另外 我们在哪里看得到 在YouTube的 小七车观点频道 也看得到 好 我们非常谢谢小七 曾康豪接受访问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